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怎么没见到你 还不自首 真是 现在纷纷自首 就忏悔这些人 我觉得真有意思 你知道吗 有一个文道应该知道 有一个码头工人出身的哲学家 写过一本书 好像名字就叫群众运动 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 我认为他不讲你什么观点 研究群众运动当中的现象 那么他有结论之一 就是说 人在群众运动当中 独立思考的智力会下降 会下降 这我有体会 你不但有体会 而且有事实的证明 你看 其实到后来一看 网上的 这也算代表老百姓 大部分都谴责 你怎么能砸人家车呢 可是呢 很有意思的是 现场那么多人 当时怎么没人说什么 就看着砸 你当时也不敢说 就算你觉得不安 你也不敢说 你说了被人打呢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我就碰到过我们学校新来的学生 他说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 他说这辈子 从来没有见过一次真的游行 你知道 这是多年饥渴啊 是一次 他就真的没见过 我都没想过 有这样的事情 后来他说是真的 而且也来香港参加奇异游戏 真的 我跟你说 咱们俩呀 都是纸上谈兵 所以千到一万 咱俩都是属于那种不会上街的 咱们仨里边还没有闻到 人家闻到才是真的难备的什么 尤其是不知道谁开着日系车 开着日系车 我经历比较丰富嘛 这方面 我觉得所以到了那种时候啊 这也是我这几年 其实我也少参加了 你在人群中的时候 你觉得有没有会晃范的感觉 会 会 尤其年轻一点的时候 我常常要上去指挥 带头 要演说 你真的看着所有人 所以你在立法局门口脱裤子是不是真的 那是维多利亚公园 那是我十来岁的时候 脱的不是裤子 是内裤 对 然后呢 你是连内裤都脱了 那时候呢 当年 比如说几千人看着你 你在那台上演讲 你会特别有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 连再不会说话的人 到了那个场合 就跟文革很多像文盲啊什么 一上台怎么侃侃而台 就那个感觉 然后呢 群众特别容易激动 尤其是当警察 有敌人出现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敌人可能在游行中就警察啊 防暴警察 港医年代也好 特区年代也好 那防暴警察也来了 然后我们有对象了 对象就辱骂 就怎么样 那或者围着一个政府部门 说里面的人是狗官 怎么样 怎么样 或者围着美国大使馆 美国困仗 怎么样 那这种时候呢 你会发现整个情绪很容易就累积 而且呢 群众之间会争夺领导权的 你知道 真的 你比方说有一个人这喊 就说 待会我们看这些警察死回去 死回去 对 然后有人就说 别说那么多了 推他们 然后就推 然后有人推就推 越过激的越容易在上 对 然后有人就开始抢盾牌 抢盾牌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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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会这样子来争夺领导权 大家比着是吧 比谁厉害 谁更狠 在林写过篇文章讲交响音乐 他说这个交响音乐 不断的过来啊 那个四方八面这么过来 就像一个人早上刚睡醒 听到旁边的声音 这个时候这个声音啊 你就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你听到的 还是你自己发出来的 他就用这个来形容五四运动 我觉得这个很记得 有时候你刚睡醒的时候 那个声音啊 你就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你自己的 还是周围的 所以啊 我说我那天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看见西安给砸 那是没法开了 你在那车 我就我就就看 我当时我就提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东西谁管赔啊 就赔不赔 那天我还问那个夜谭呢 我说中国地面上这保险公司 我的印象 他们就是能怎么不赔 就怎么不赔 这玩意什么险种 能不能赔呢 哎 今天有解答了 你看啊 这个有记者就问 分别致电 人保 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 多家保险公司 得到统一的答复 答复是统一的 说 目前被砸的车辆 只能备案和定损 具体是否赔付 还没接到上级下文 哎 我 这又是政治干预经济 这个这个 不是 很不好破坏 不不不 我觉得你也不要这么妄论 徐老师 就说 因为我觉得啊 这个保险公司啊 他按照这个合约啊 这个东西 属于一个确实是 他有点不太清楚的情况 对吗 但是呢 我的个人的 我有一个想法 因为我在西安 我也听人说啊 大厅广众之下 就砸 当时也有警察在场啊 看见啊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种情况 哎 我觉得总共也没有那么多辆 而且每一辆 这个买这个车的这个 很多中国普通收入家庭啊 车啊 是他基本除了房子之外 很主要的一个资产 又是这么样一个 为了抗日 是吧 为了反日出现的事 我个人的这么一个谬件啊 我觉得如果上级 如果上级 下文赔 或者说政府就赔了他们 我个人觉得那是个善政 肯定会 那你就等于在鼓励下次 更大规模的砸车 哎 不一定 这能反过来 严惩不带啊 你砸了现在 这等于下回逼着政府 如果这回我再不盯紧点 我又要买砸车 对 下次保险公司组织自己的保安队 对对对对 而且现在在双管齐下嘛 一方面呢 你看就现在各地公安 现在都通缉了 对 一个都跑不了 全把你们逮起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个损失 我觉得尽可能的 应该是造势者赔 这样呢 他的爱国热情 赔不起是另外一回事 你用别的方法 是 我觉得哈 公民抗命 不管你看的对不对 你你要承担责任 就你发火了 是 啪甩一个杯子 他责任 你要承担责任 这就是所谓行事责任 带民事诉讼 肯定是有的 这样你的爱国热情 我们鼓励 但是你付出你的代价 就像上海有一哥们 不砸自己车吗 对 这真爱国 对不对 那那徐老师 你说这么过瘾 我问了你们那个同行 韩教授 删那个老 八十多岁老头 几个耳光子 这算什么呢 始于跟他同行 不过他这个问题哈 比他个人这个 那当打是肯不对的了 但是我觉得事情 更复杂的是 他的那个口号 叫什么捍卫毛泽东思想 是吧 我忘记了 好像是吧 我跟你说 这个韩德强啊 就此发表了两点声明 三点个 三点声明 他说呢 这个这个我啊 遇到这个造谣诽谤 开国领袖 破坏中国人民团结 给日本当汉奸的人 我不能再人 宁可拘留 也不能让汉奸放肆猖獗 第二 如果是在座谈会杀龙 这种场合 即便有对毛主席 不尊敬的言论啊 我今后还都能够继续容忍 但是不是他讲这意思啊 也是这个解释嘛 就说当时是一个群情激愤的 是吧 这么一个想念毛主席 声讨小日本的游行队伍 那么有人出现这么一个人 在旁边在唱反调 是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认罪伏法 但绝不认错 我的言行 我自己负责 我不鼓励别人效仿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啊 就两个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 那种公共场合 就算你是游行 他跟座谈会本质没什么不一样 那是一个公众交流 表达自己概念的 表达自己意思的时候 第二呢 就是我觉得他刚刚 因为我看了好几回 他这个声明 他的第一点说 对付某种人 他是觉得能够打的 他不会认错的 他说无辱开国领袖的人 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人 给日本当汉奸的人 他这三个标准之间呢 是斗号 然后呢 他仿佛就已经把这个老人 就定义为这三种标准都符合 为什么一个侮辱毛泽东的人 或者对毛泽东不赞同的人 就必然是汉奸的 我们可以想象有这么一种可能 假设有一个国民党老兵 他一辈子 蒋介石算汉奸吗 对啊 他一辈子就是崇拜蒋介石 那他恐怕多半会很讨厌毛泽东吧 他还参加过抗日啊 他是个正面战长上老兵啊 你能说这种人叫汉奸吗 就就 这绝对也不能叫汉奸 所以我觉得 这里面 他怎么会那么简单的 把遵从毛主席 就等于就叫做爱国呢 或者你 你反对毛主席某些言行 那就叫做不爱国呢 怎么会那么简单 他这些思路啊 其实倒是现身说法了 证明了 1966年发生的事情的 这个全部的后裔 他这个思路就是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 这个基本思路 他给 可以给人家定 这个一个罪名 关键不是说 这个罪名可不可以打 或怎么惩罚 关键是谁来定 谁来定 谁是破坏 中国人民的团结 你知道 每个人都觉得 我可以定别人一个大罪名 然后我就给他 加一个惩罚 这个时期就是 1966年的时期 所以这位呢 倒是继承毛泽东思想的 这一部分 继承的不错 是啊 他也当人不让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江 无尽共酒 你我的现在 世界的未来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我真的就是经常很庆幸啊 没有生在那些个激烈斗争的那个年代 因为我就 你应该感到遗憾 生活在那个火热的时代 这是多么幸运 对 我是怕呀 像我这种人呢 真到那个时候啊 就是 就逍遥派 不定会怎么着 你不会 你不会 你就逍遥派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就捏尿泥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参加过学生运动 当时 这个是躲起来 没有 我参加那个学生 他喊口号 蒙面喊口号 这个太经典了 那不是这一测 不是这一次 我说的那次啊 就是我在大学 参加这个学生运动啊 主题是什么呢 食堂伙食不好 就是说 就是说 食堂那个成包 还是怎么着 食堂伙食搞不好 学生呢 就是运动 对吧 那么你看 这就看出来了 这个运动是正义的 对吗 伙食不好 当然是正义的 对吗 可是呢 你看我当时就发生一个疑问 就我中途啊 就退出了 因为我发现呢 挑头那几个啊 是我们学校著名的几个地痞流氓 著名的几个地痞流氓 他是经验主义 从讨述的伦理出发来判断 所以说我就 我就有时候在想啊 我这种人 在那种革命年代 我会是个什么人 因为我就是个论私交断人心的人 就是你私下交往 中国人讲 不外乎就是仁义理智信 对吧 对朋友是不是忠实 仗不仗义 或等等这些东西 你这个不行 你是一个无耻小人啊 你什么主义 我也会远离你 那你是 但是你说我这样的人 对吗 你这是种私情 你这是忘了 忘了大义而种私情 对对对 因私忘义 这种主义 对这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就说 就是说 看来地痞流氓在历史上 是有可能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 朱元长就是 所以你看他当政 就有多混账 对不对 干的事 那么你们说 我们不能叛读 就是不能去靠着你去判断 对 他是不是地痞流氓 你自己的 这个一人的政治见解 不可以当做法律来实行 对 这是一个 我们整个民族 花了巨大 多少人死掉的代价 总结出来的 这位韩教授 但是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呢 都像我这样的人 砸车了 这个行为不减了吧 哗一下就应该躲开他 对 像你这样的人多呢 我们国家不会大乱乱到哪里去 但也会受人欺负是吗 对对对 像你这样的人多呢 国家不会太大乱 不会太坏 不会太坏 但反过来呢 你比如说像韩教授这样呢 我觉得比较让人心痛 就是说 身为知识分子啊 就知识分子天生是该讲道理 教学生讲道理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讲道理的力量 但是明显在他当时那个遭遇了 他会觉得 道理已经没法讲 因为我看到他其实很多支持者 后来还有两千都为联名 写公开信支持他 很多人支持他 他们支持他的人 常常讲说遇到这种老人呢 是不能这种不讲道理的人 包括韩教授也说 那个老人是不讲道理的人 你怎么会这么不相信讲道理的能力 这么快的定性一个人 叫不讲道理的人 而且更妙的就还是我们之前讲 什么叫该打 就是一个人 你遇到一个没法跟他讲道理的人 是否接下来的和逻辑的 很自然的步骤 就是打他呢 不是啊 比如说我们两个 叫今天吵架 我们都觉得对方不讲道理 那怎么办 就别说了嘛 听到不讲道理的人 那你就不跟他讲道理 你就不讲了嘛 不一定是要打 但是你假想文道 你也谈谈过游行 你假想这种情况啊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像我们这些人 就是知道知趣吧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像 明明他们一帮人 喊着这个口号在游行 说要左呀 要左呀 要左呀 那你你就站在旁边 你说你们傻差 你们傻差 你们傻差 你们左什么 我就右 我就右 那你是不是会很容易 这个局面是怎么样呢 通常会很容易 但是呢 很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就决定于你觉得我这一方是否理直气壮 如果我觉得这时候参进来几个人反对我们 这主要我们能揍他的话 在那种游行里面是因为我们肯定我们理直气壮 在韩教授这个例子看来 我觉得他一定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首先我深信 我尊敬他对自己相信的道理的那种热爱 我深信他们是这是理直的 但什么叫气壮呢 你有没有注意一点 韩教授说当时他们是几百号人 从河北组织过来游行的 这几百个河北组织过来都是有相同信仰 相同理念的人 那么这么一群人 他当然会觉得他气壮 为什么他气壮在几个地方 他人多 你一个老人 孤零零在他旁边 就是有组织气壮 那第二呢 这还真的是被允许的气壮 因为你想象今天如果自由派 在河北搞几百个人搭大巴过来游行 立马给你 还没进北京就把你给逮了 你只有说崇拜毛主席 才能够河北做几百个大巴来 而且他们这么快的时间 都拿出一模一样的毛主席的相 可见感情深厚 可见感情深厚 你现在随时家里 我们都很崇拜毛主席 对不对 你随便要拿出一张相 还不一定都有 我跟你说 现在就是钓鱼岛的问题 是吧 有拜毛主席的 但是也有拜佛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我跟你讲 就是说 你知道没有 你以为这是日本游客吗 这些在中国感觉叫大 其实是中国人 你知道吗 画成日本人 谢罪 跪在大佛面前 你知道吗 跪在大佛面前 那个就是谢罪 就冒充日本人 跪在大佛面前 谢罪的 这就是 里边就说钓鱼岛是中国的 这就阿Q正传的时候 用手打自己耳光 然后说手是我的 这个脸是他的 这些挺好玩的 大家看下边 你看 这是现在很多中国商家 发 就叫做发钓鱼岛财 你知道吗 都钓蛋 保钓蛋 然后中秋节 现在钓鱼岛月饼 已经面世了 可是我想起来就是 那位韩教授 我还看过他的博客 你刚讲佛 他博客还转载了一文章 他觉得写了很好的文章 是讨论佛教思想 跟毛泽东思想的共同性 我身为一个佛教徒 我比较学问出浅 看半天看不出 这什么共同性 觉得在下降 很可惜 我觉得这种事都很可惜 因为今天在中国 有这种想法的人 很多 我不是说毛派讲话没道理 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说到 改革开放前30年 后30年 今天那个连续点如何 我觉得部分我是接受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不要 面对不同意见的人 包括自由派约架 左派前阵子 吴法天教授被约架出去 那件事 我都觉得 无论什么派都好 知识分子是否应该 更加相信一点自己 你身为知识分子 你就是讲道理的 信自己 信自己讲道理的力量 如果我们都只信拳头 那我们都去念拳 不就得了 那早上高五状也得了 还有那么多人举项 说怀念毛主席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不应该遗忘这段历史 真的要好好研究毛泽东思想 这个是我是赞成 到底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为什么那时候主张 要学习巴黎公社 为什么开始有音乐革命 等等早期他们的主张 对权力的限制 有没有什么合理性 所以这些人如果 还有毛主席 对于钓鱼岛说过些什么 前前后后是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确实是说明了 毛泽东的话题 远远还没有完 当然 咱们死了很多很多年之后 还会再聊下去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东鹏瓷砖截去黄海大放送 恢复当江四十年 中日关系却陷入自抗战结束以来 最剑拔弩张的局面 回想四十年前两国穿越冷战铁幕 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恢复邦交 这给今天留下什么样的难题 又有怎样的启示 中日建交四十周年特别放送 一线阳光穿远出 中日建交即时 星期六凤凤卫视中文台 贝蒂斯橄榄油 来自橄榄油王国西班牙 贝蒂斯橄榄油 西班牙皇室用油 零污染倒过新西兰发生逾奇事件 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那天咱们跟小田聊 说是这个医疗这个日本的 老是聊性是吗 跟性有关系 你看我今天刚收的一段 说李敖凭钓鱼岛 但是多半这闹闹 先网上的事 都是假可能假托 但是说的挺有意思 说中美是夫妻 貌合神离 但绝不会离婚 毕竟有三万亿的共同财产 离婚代价太大 这是在分析 你现在开战的可能 然后说日本是小三 找点刺激 钓钓鱼可以 但必须严加防范 否则他会登堂入室 搏上位 然后菲律宾和越南呢 是小姐 争来争去 就是喂点小费 大陆可以放心 该出手时就出手 揍他小日本 不会出大事 对 我觉得这不像是 现在网上说什么 对 不过要是从最积极的方面来讲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来就中国 其实现在还是蛮被动 整个这个事情 这钓鱼岛好像你也 但是从最积极的角度来讲 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钓鱼岛是两岸三地 中港台以及全球华人 最大的共同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一个 一个性 因为中国人一直在 你想假如这个事情发生 陈水扁搞台独 那真是太麻烦了 就美国的力量介入 反过来现在 你看台湾这次也是 中国 所以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说 是有积极性的 是有积极性的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积极 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件事破局的关键 我的看法是在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想想看 现在玩家 这里面基本上玩家是中日 中日这个玩 背后一定是美国 我们都晓得 那美国是最不愿意打仗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是他的 主要在全国 最大贸易有来往伙伴 一个是跟他签了安保条约的盟国 他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中国也当然不想打 我们不想经济倒退 因为对我们来讲 现在要开打 这个战争坦白亚还太早 然后对日本来讲 他现在也经济那么坏 其实没人想打 只是没人晓得该怎么下台 因为而且现在这个对立呢 很容易就是把逼的是 美国日本一方 中国一方 台湾一来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第一 我们中国人感情上都觉得 我们都是中国人 但实际上 政治上到底是两股力量 然后而台湾呢 又跟美国是比较亲切的 对 你进来搞一搞之后 这个局就破了 这个局一破就能够变成一个 多边谈判 来解决它 而不再是两国对立 这个是从国际局势上来分析 然后我还是强调 因为我们中国两岸三地 全球 在本天立场 但对立场 轮变